一样 我现在把这一整栏 按点一下这个数 点一下这个英文字 就代表整栏都选到了 像我现在好好把C点一下 代表整栏C都选到了 如果你到123这边按下去 找不到这一个 那也没关系 你再下来一下 其他格是这里 先停一下 然后慢慢的移过来 最下面最下面一个 设定数字格是这里 把它按下去 好 然后呢你呢按住旁边这个格局 这个这个滑杆 你慢慢往下滑 因为我现在是放在第一格 它现在放在第一格啦 你们不见得是在第一格 所以如果没看到 你就滑一下往下滑往下滑 找找看 找到找 找到呢 找到下面的话呢 你就会看到这个东西 就看到这一个了 我现在是放在第一个 你们可能放在下面 啊不管怎么样 你找到它以后 你给它订一下 点一下以后它就上来了 啊我们按一下套用 按一下套用 套用一下 你看它就套用上去 小数点就不见了 来交给各位 刚刚罗美找到的 麻烦你进去找一下 来各位 有没有看到 10月27吧 1月27而已 多一个C 因为我太久没用过 从那边过美金啦 原谅一下 来 我举个例子 这我们不管它了 来我们现在把它全部回到原始的数字 数字就好了 好 来 现在我前面要加上美金 那我就把这栏选起来 我刚刚讲 如果你要把它变成普通的数字 你就选这个数字就可以了 那这个 全面符号就拿掉了 那我们现在到其他的格式 这边来一个 更多的货币 对不对 来 各位你看一下 你如果 那么要加上前面什么东西 你看这我刚刚自己加的啦 你就直接呢 在前面 你看你要加什么 你就把它打上去 应该是大写 应该是大写 好 U S 然后呢 D D吗 对 好 然后呢 一个前字号 对不对 好 这样子就可以了 然后呢 我们按一下套用 好 各位 就都套用上去 所以呢 你就把它整个栏选起来之后 自己到其他格式的 更多货币这边 然后你自己把它打上去 最后按一个套用 了解 那等一下各位可以尝试看看 其他的 就是一般我们比较 那么没什么的 比如说 我们要 如果你要改什么字体 这边就自己改一下 这个我想我们就不用太讲了 大写小写就OK啦 出题啦 写题我想大家都知道 另外 我刚刚忘记教一个 因为我一直把画面 把那个画面的放大缩小 注意在他的画面上 他画面没有任何的按钮 可以把画面放大缩小 所以呢 我刚 我就想 干脆我们就教各位快速键就好了 因为他画面上 也有把画面放大缩小的按钮 来 不像那个 如果 SEO的软体 他有个右下角 一个加跟减 我们就会没有就算了 好 然后 你把它按住 把它按住 去加上 你们键盘的右边 有没有看到 加号 加号的话呢 点一下 挤怎么样 对 对 放大 一点 好 那如果 是剪 对 可以点一下 挤 收小一点 等一下呢 你自己试试看 像我现在呢 觉得画面太小了 那么呢 我就把它Ctrl按住哦 点一下 加号 每点一下 加号 是就放大一点了 好 啊 一样的 剪号 正好相反 好 所以等一下呢 你自己调整一下 你的画面大小 好不好 好 嘿 Ctrl按住 不要动 然后呢 每点一下 加号 画面就会放大一点 相反的 Ctrl按住 每点一下 剪号 画面就缩小一点 好 它既然 我们的画面 没有大小的按钮 我们自己 我们就用快速键来做就好 再来呢 如果将来各位呢 你呢 里面的资料 想要做对齐 像现在呢 他们是全部都往右对齐 对不对 你要靠左对齐的话呢 记得是在这里 好 靠左靠右在这边 好 你这边的话 自己呢 把它呢 调整一下 然后呢 各位请看哈 我把这个宽啊 我把列的拉大一点 这个蓝也故意拉大一点 我是要问各位哈 请问我这个ABC这个字 或者这个资料 我要放在这个格子的正中央 我要怎么办 请注意哈 你呢 要 两个东西 哪两个东西呢 第一个 这边要自中 按这个按钮下去 要自中 还有呢 哦 点错格子了 点这个 这个呢 要自中 是不是就过来了 还有一个哦 它的旁边 有没有看到个垂直对齐 这边也要选这个哦 如果没有的话呢 它通常内定值是这个哦 它会靠到上面去 它不会下来哦 所以呢 要选这个 要双重自中就对了 哦 这是水平自中 这是垂直至中 两个都至中 你的东西才会真正在正中央 哦 所以等一下各位自己练习一下 把低列拉下来一点 哦 按住这个一跟二之间的这个界线 按住下来一点 要拉快一点 就是在这个蓝跟蓝之间的界线 按住拉大一点 让你的那个资料呢 能够在正中央哦 那么呢 到底要设定什么地方 待会自己看一下哦 那么呢 我们把萤幕呢 交给各位以后 我们先休息五分钟以后 那么接下来 我们就要进到下一个阶段了 好 那么各位呢 练习一下以后 我们的试算表 大致上先到这边了 告一段落 好 好我们休息一下哦 我们休息一下哦 谢谢大家